2017年的最后一天 舅舅和静雯漫步在深夜的大街上 舅舅边溜达边吐槽 行人稀草的街道 看起来就像是被异性风暴里的宇宙人蹂躏过一样 和异世界里完全不同 听闻此言的静雯立刻产生了兴趣 结果被舅舅误以为他是对异性风暴感兴趣 于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个游戏 回到家后 静雯发现舅舅买了几期少年阵袍 因为他想回味一下 小时候一边看漫画一边过新年的感觉 然而舅舅没想到的是 他以为永远不会完结的乌龙派出所竟然完结了 因乌龙派出所完结 大受打击的舅舅不再翻越战捧 转而打开记忆投影 与静雯聊起了异世界的祭典 于是故事又进入了 舅舅奇妙冒险回放时间 异世界也有类似新年的活动 那就是北方地区为了度过冬天 而举办的众神感谢祭 领主会设宴 邀请大家一起庆祝 参加祭典的人也都情绪亢奋 还倒不行 然而舅舅的性格 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意识节都是一样 即使是气氛如此热闹的祭典 也无法让舅舅融入其中 或者说根本就没人搭理他 就连时不时就突然出现的傲娇精灵都没有出现 因此舅舅只是随便吃了点饭 便一个人回到了旅店 得知舅舅在庆典中也如此孤独的静闻 心中允现出了一阵强烈的悲凉感 随后主动提出和舅舅一起玩世家图形游戏 这样舅舅瞬间兴奋了起来 就在二人决定玩守护英雄 并结束了剧情对话的时候 舅舅提起了动神剑的没被录 说这个女孩在祭典结束后来到了她的房间 于是静闻立刻猛击暂停剑 要求舅舅打开记忆投影 故事再次进入舅舅的奇妙冒险回放时间 我希望您能教导我 村长他们说我一无是处 所以我想变得和您一样强大 强盗族以单枪匹马打败巨龙 我要踏出家门 改变封闭内心已无是处的自己 所以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变得像您一样强大 记忆投影中的梅魏鹿 与初登场时冰冷淡漠的样子大向径庭 她哄着脸怯生生的请教着舅舅 这样静闻大为震惊 而除了震惊之外 静闻也有些担心 因为她知道舅舅是个除了主机游戏之外 毫无人生经验的宅男 恐怕根本不能给出什么正经的回答 就在静闻如此思考的时候 投影中的舅舅对梅魏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人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而活的 不要在意那些说你一无是处的人 我觉得人只要能顺从自己内心的想法而活就足够了 顺从自己的内心才能使人强大 舅舅的话让静闻对她刮目相看 而舅舅她以为接下来的发展会像RPG游戏一样 舅舅与御世界伙伴进行心灵交流后将其攻略 随后结伴而行成为知友或其他什么的时候 一句颠覆她认知的发言 从投影里的舅舅口中吐了出来 既然你之前一直都过着家里蹲的生活 那你继续家里蹲就可以了 没关系的 记住 不要因为他人而改变 顺从自己的内心才能使人强大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哪怕周围的人再怎么嘲笑我 我都坚持做一个世家用户 不会像普通人一样跟风索尼任天堂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永远都不会改变 舅舅的话仿佛恶魔低语般 蛊惑着梅贝露 是梅贝露正式确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回到村子继续家里蹲 并因此倍感逾越 拎走前 他还想将动神剑当做礼物送给舅舅 但被舅舅以 这玩意儿太凉了 我才不要为理由拒绝 就这样 本期的舅舅起庙冒险回放时间结束 第一次被舅舅操作 静道无语的静闻 像往常一样冷静了一会儿 随后起身 准备过年要吃的荞麦面 二人吃面的时候 聊起了舅舅喜欢看的电视节目 笑笑又何妨 得知此节目停播后的舅舅 则又露出了 刚刚得知乌龙派出所完结的表情 大概就是快聊天本营 我不太了解 总之 舅舅二人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 玩了会儿游戏 上了会儿网 聊了会儿天 就这样平淡地迎来了新的一年